雙飓風漸漸騰騰騰 七號颱風男人已經開園了 四號颱風整個抖拉漸漸朝向西 會變成了八號颱風抖拉 但是它的颱風也漸漸在不明顯當中 還有六號颱風卡奴在北韓進入了黃海 有可能在登陸遼寧省附近 雖然現在氣量比較低 變得比較小 七八幾左右的颱風系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主持人先看機場 氣象看如願心 七號颱風男人越來越強 現在來到東京 142度 別離28度的地方 這邊大概是離日本 大概980公里 中間下池來到936 中間速速185到195之間 相當於16級 每秒可以跑55米 60米相當強的颱風系統 漸漸向西北前進 雖然這邊是一個黑潮接過的地方 溫度很高 明天後天過後之後慢慢的降低 但是它這個強烈颱風 向日本前進來往西北方向 雖然GFS跟E系統認為 登陸地點不太一樣 會一個比較東一個比較低 但是基本上是朝著日本的 本島而來 所以它有可能穿越本島 也有可能再慢慢轉向西北 跟這個卡圖一樣 從這個日本 一射到韓國去 所以到底它將來會如何 我們實際的走進這個 七號颱風男到底會如何呢 還有最可怕的是 東太平洋那個 四號颱風走啦 現在來到 西天啊 175度啊 北北大概 13度的地方 不對 給我看一下 對 確定了 真的是北北13度啊 西天啊 175度啊 剩下3度 就到西太平洋這裡來的 所以明天就會進入到西太平洋 才可以 到台灣走啦 但是還是很強烈的 現在是 中間速度啊 195度 中增七號值 960-100% 相當於17級到16級的 台東的威力 向西北西前進啊 但是喔 它的獲勝不自然看好 因為來到西太平洋之後 哎呀 那個 氣壓太高 還有 紅切西速變長之後 它就慢慢萎縮掉啊 但是 它不會在技術 進入西太平洋很久 就慢慢轉降 消失到的範圍啊 所以 它 短正的成為八號台湯 整個 朵拉啦 所以啊 目前主要注意的是 這兩個太平洋系統 會不會一直靠近呢 還是 各式發展呢 還有啊 另外台灣卡努啊 進入到 韓國之後啊 雖然現在 感覺上 已經看不到 但是啊 有些張張的 還不能把他 升進為七八級啊 進入到黃河 有可能登陸 整個 遼寧省附近啊 不過 它還是會帶來一些風雨 會影響這一代的地區 所以這代的朋友 還是要注意哦 最需要關心的是 這個 七二彩虹 這個男人啊 會不會很強的 朝向日本去呢 大日本的時候是 幾年 還有這個 四號氣洞 到時會有多久 進入到 我們 一太平洋 才能爆 海洋 躲拉呢 請記得收看 主持人心 看視像 看主持人心啊 歡迎點讚 評論關注 台灣竹千辛